在台灣是非常少能看到這樣的一個料理 這個料理真的是 在台灣真的是 讓我覺得很驚豔的一家餐廳 吃了他們的我覺得就是回不去 火車廂 你好 火車廂 你好 位於台北仁愛路上有一間來自韓國 四十年正宗美味的餐廳 這間店無過多華麗的裝潢 卻有許多名人到訪品嘗 而吸引他們上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店內這一罐罐 晶瑩剔透的人森 我們就是在台灣就是第一間 以人森機為主的餐廳 那初期其實我們只有賣人森機 就像韓國一樣就是 他們就是很單一料理的餐廳 那當然後面我們增加一點 更多的餐點 符合台灣人就是喜歡很多樣化 就是就像飲料一樣 有很多選擇這種概念 但是一開始是以人森機為主 所以現在大家大部分也是知道說 我們就是人森機的專賣店 的這種概念 餐廳一開始主賣人森機 為了給客人更多融化的選擇 因此陸陸續續新增許多菜色 而每道菜也都深受客人喜愛 像我們常常都常常會來吃 那這家店我覺得不只 就是815多年肉 還有其他的 像我們喜歡吃他人森機 他的餐廳 然後海鮮煎餅 都很好吃 他的炸雞很好吃 薑筋年糕 原則上是我們店 也算是一個招牌 非常多人點 那因為薑筋年糕 它就跟韓國其實也是滿雷同的 就是我們韓國吃過很多是果醬的炸雞 現在韓國有很多品牌過來開這個炸雞店 那當然我們的炸雞 原則上跟人家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醬汁也是我們自己去新製調出來的比例 對 然後去裹在 均勻的裹在我們的肌肉跟那個年糕上面 像雞年糕的狀況也是一樣 就是它的辣度其實在韓國都是偏再更辣一點 然後那在台灣的話也是 就是台灣人喜歡皮再多一點 就是炸皮 那韓國人喜歡皮 炸皮可能沒那麼多 就是比較乾的感覺 雞皮酥脆 肉質鮮嫩 年糕Q彈不黏牙 醬雞年糕的食材看似簡單 但最不同反響的就是特調醬汁了 要把這三種元素結合恰到好處 讓吃過的人都說讚可不簡單 老闆娘說 當初為了加韓國在地口味 調整成台灣人能接受的味道 確實下了一番功夫 先生跟主廚都有做很多調整 比如說像豆腐鍋的話 跟外面一般的豆腐鍋看到不一樣是 我們沒有肉片 所以一般客人就會說台灣的豆腐鍋都有肉片 但那時候我先生很堅持 因為他覺得豆腐鍋其實主要是豬絞肉 而不是豬肉片 那去炒製而成 但是相對我們的辣度就有降低 因為在韓國是吃滿辣的 那在台灣其實可以吃那麼辣的 人質不多 所以我們盡量調和到 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辣度 原則上我們的海鮮豆腐湯 對 都我們的料 所有的料都要先炒過 那我們的豬絞肉會先炒 把豬絞肉炒香之後 我們會下蔥花跟蒜魚 然後依據下我們的辣椒粉跟調味粉 下我們的醬油 然後炒香之後 最後我們會下韓國進口的醬油 芝麻油 下完香油後 海鮮豆腐湯 惡製醬料就完成了 緊接著將洋蔥 蝦 蛤 蛤蜊 以及剛剛炒好的醬料 放入鍋內 最後放入一整塊的嫩豆腐 即新鮮雞蛋 煮滾後放上青蔥 一鍋韓國人日常餐桌上 經常會看見的海鮮豆腐湯 就可以美味上桌啦 在台灣的韓國人他們會 通常都還滿多定期會來這邊 然後就是想吃一下家鄉味 他們會覺得終於找到一個 沒有火鍋料的豆腐鍋 吃起來像剁花一樣 然後裡面也沒有一些什麼火鍋料 他都會吃一些海鮮 湯口喝起來很鮮甜 不錯吃 馬鈴薯骨湯 主要也是辣度是蛋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文化的不太一樣嘛 對 那所以就是有經過稍微調和 就是不要偏離它的家鄉味 但是又是台灣人也可以享受 同樣的美味 那我們的馬鈴薯豬骨湯呢 我們的豬肉 就是選用台灣的國產豬 它的味道比較新鮮 我們都用壓力鍋煮 所以說我們一鍋一鍋的 每一鍋都是一份去製作 所以製作過程都會很長 對 然後我們裡面當然是非常多種 特別的韓國進口的食材 這個可能我們就沒話說 主廚無法透露的食材 採訪小組只好要求開鍋看啦 進到廚房 看到壓力鍋不斷的冒煙出來 就能想像裡面的食材燉的 有多軟嫩了 好 包開囉 打開鍋蓋 撲鼻而來的香氣 讓人垂涎三尺 映入眼簾 整顆大白菜 與香辣紅濃的湯汁 讓人雞腸露露 那我們這整個半顆的大白菜 山東白都已經燉到 很軟爛 就一夾就會散這樣 然後包含我們的馬鈴薯 也是燉得很鬆散的 那韓國到底就是吃一整顆 然後把它燉得鬆散 這樣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所以我們的台灣豬的排骨 也是一夾就會化開 馬鈴薯燉豬骨湯 是讓客人邊吃邊煮的料理 因此盛鍋後再放上金針菇 紫蘇葉 及增添美味的秘密武器紫蘇粉 據說這是韓國傳統道地的吃法 甜甜辣辣的醬汁 帶有紫蘇特有的香氣 味道獨特 而且讓層次更豐富 肉其實很嫩 然後馬鈴薯非常入味 作為台灣第一間 以仁森機為主的專賣店 最重要的食材當然就是這個 醬仁森 餐廳選用來自韓國的高品質人森 是當日採收冷藏空運來台 而且韓國只有大約十位匠人有執照 其實一般的我們說的紅森 就是有乾燥火的這種 森的話是比較燥熱的 那新鮮的森 新鮮的森等於是它是比較溫和的 所以就是沒有分年齡也沒有分 你是那種什麼體質 然後它的味道也沒那麼濃厚 所以變成一般的小朋友也很難接受 然後 那還有一點就是它沒有再加工 所以它就是天然的 它等於是一種食材 它不是藥材 那我們找到這個新鮮人生 它這個達人 他是在韓國是有經過各項認證 因為我先是韓國人嘛 那我們每次帶小朋友回去的時候 就一定會去吃 因為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 夏天很補身體 那冬天又很暖身體的一道料理 那就是他們覺得 夏天要把身體補好 才能去過一個很健康的冬天這樣 我們的那個招牌就是 醬生先騎鍋巴醬 我們的醬人生原則上 它的味道相對的比較清淡一點 吃了之後有點補氣 對 所以說 我以前滿推薦大家 就直接把它吃掉 我過去是不太敢吃人生雞的人 那吃了他們的 我覺得就是回不去了 因為它其實非常清淡之外呢 它還有自己去做的一個海鹽 那你沾這個海鹽入口之後 你是覺得會非常的平衡 醬生先騎鍋巴醬 濃郁乳白色湯汁 包含濃濃雞湯以及醬生精華 上頭焦香酥脆的鍋巴更是一絕 店家不藏私公開製作過程 現在放的是西螺米跟我們的在地的糯米 那我們會把它鋪平 形成一個完美的鍋巴 然後糯米之後我們就會把我們一整支雞放進來 嚴選一整支台東鹿野放山雞 肉質Q彈鮮嫩不柴 洗淨頗度後再依序放入胡蘿蔔 薑片 紅棗 銀杏 綠豆 大蒜 洋蔥及最佳主角醬人參 然後用壓力鍋燉煮四到五個小時 上桌後還會有貼心的工作人員 為您桌邊服務喔 上面這個就是我們用粥做成酥脆的鍋巴 那直接吃它口感是比較酥脆的 或者是可以泡在粥裡面 它口感上會比較軟Q一點 這鍋粥裡面就有加我們韓國空運新鮮的 醬級人參 銀杏 紅棗 然後 然後綠豆加上藥膳跟蔬菜去熬煮而成的 那我這鍋粥強調食物的原汁原味 它其實沒有加任何鹽巴跟調味料 它非常的清淡養生 那吃的時候再幫我搭配桌上的小菜跟海鹽吃就可以囉 謝謝 鍋巴大小蛋可以嗎 可以 好 醬森鮮雞鍋巴粥的出場很細劇化 這道料理分成了上下兩份成盤 拿起上盤的雞肉和鍋巴 底下的神鍋現身就是充滿精華的酒品囉 這個鍋巴很特別 就台北也吃不到 然後它的米香就是把它煎得這樣焦焦的 所以吃起來就酥酥脆脆 它的鍋巴就像我們小時候吃的那個鍋巴 所以會讓我回憶說我們小時候吃那個鍋巴 是一個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它的雞也可以選就是看我們要吃什麼樣的雞 那今天我們是吃土雞 對 然後這個土雞就我自己很喜歡吃雞胸 當然雞胸的部分它也不會太柴 店內點醬生鮮雞鍋巴粥 還會附上四種餐廳自製的小菜 無限續盤更是深受台灣食客的歡迎 而店內韓國特色料理還包括了這碗 韓劇常看到的炸醬麵 我們的炸醬麵原則上是跟韓國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對 我們的炸醬麵原則上偏甜一些些 調成一個台灣人比較喜歡吃的口味 這個炸醬麵吃起來真的很特別 跟我去韓國吃的那個味道真燒香 而且它麵條也很Q 它味道又夠 連飯都可以拌著吃 真的是不錯很好吃 我很推薦 看了客人的推薦 是否也讓您恨不得能立刻來一碗呢 懷念出國旅行 您與韓國風情的朋友 不妨走訪這間歷史悠久的人森機專賣店 品嘗到底韓國料理 健康又滋補 不用搭飛機 就有彷彿置身韓國的體驗喔